台中国家歌剧院是营运三个礼拜以来 每天都吸引到许多人来现场参观 但是现在发现有小朋友竟然把特殊设计的曲墙 当作是运动场跑上跑下 而也有人将喷水池当作细水池来用 甚至是把楼顶的鹅卵石往楼下丢 由于状况不断 现在官方已经在部分区域挂上了警告标语 民众来参观台中国家歌剧院都会被特殊的曲墙设计吸引 不过有很多小朋友却把这里当作极限运动场 爬上爬下 不但危险部分白色曲墙已经变张 许多民众觉得父母应该多注意 因为他这边原本设计就不是给他们玩的 所以相应的一些保护的措施 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完善 所以可能家长带小朋友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点点 我觉得开放然后还是要请家长 就是把就是稍微就是管教一下自己的小孩子这样子 除了曲墙被当作运动场 部外的喷水池也变成细水池 顶楼花园的火山口造型也有民众水意攀爬 现在已经挂上警告标语 另外还有人拿造景用的鹅卵石直接往楼下丢 还好没有砸伤人 目前官方也暂时将该区域封闭 台中国家歌剧院统计是营运期间 平日约三千人次参观 假日则会破万人 除了剧场以外都是开放空间 但大小状况不断 官方希望民众能一起维护才能保持最好的状态 让更多人有机会来参观 记者秋直辈宽群 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